国道3号南下390公里路段 有大货车的驾驶直击 两个大轮胎从不明车上掉落 其中一个轮胎是直接弹跳到对象车道 另一个轮胎一路滚啊滚 驾驶赶紧按喇叭提醒 来带您看一下当时画面 国道警察接获表示 当时是有这个故障车的轮胎掉落 立即派巡逻车前往查看 抵达时候就发现故障车就停靠在路间 那所幸轮胎并没有造成任何事故发生 后续也由这个屏東公务段排除 不过警方仍然对这辆事故车掉轮胎 至单开罚一道交法最高可处6000元 以下罚还